Hello大家好,今天梅子给大家介绍的是《怪谈之雪女》 雪女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妖怪 其实要从结局来看,还是雪女有点吃亏啊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暴风雪肆虐的一天里,老云头戴上18岁的青年阿吉上山砍柴 但是因为雪实在太大了,无法前进 阿吉只能把已经晕倒的老云头付到旁边的一所木屋中躲避 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 阿吉睁开眼睛,发现一个浑身雪白的女人正趴在老云头的身上 她呼出一口气之后,老云头就变成了冰棍,她应该就是传说中专门吸人金破的雪女 雪女吸完老头,转身就朝着阿吉过来了,但是女妖精嘛,都是看脸的 所以这个雪女看阿吉年轻力壮,还长得英俊 也就没有下手,表示可以不杀她 但是她必须要把见到雪女这件事情保密,对谁也不能说 否则的话,自己就会来取她的性命,然后转身走了 果然长得帅能救命啊 第二天雪停了,阿吉被同村的人救了回去 大家都以为老云头只是被冻死了 而阿吉回家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 躺在床上干瞪眼,也没法干活 估计也在震惊自己因为太帅,迷倒了女妖精这件事吧 一段时间之后,阿吉终于恢复了过来 照旧去山里砍柴 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女孩 女孩说自己叫雪子,父母双亡,要去江户找工作 两个人一起往前走,聊得还挺好 阿吉说找工作,还不如嫁人呢 雪子就反问,难道嫁给你啊 阿吉居然羞涩的笑了,看来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很快她就领着女孩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让女孩进来歇歇脚 阿吉的老母亲一看儿子领回来一个漂亮姑娘 话里话外都是劝说雪子不要去江户那么远的地方 万一被人骗了该怎么办 然后还非常热情的照顾雪子吃饭 在一边换鞋的阿吉,看见姑娘雪白的小腿 也是心动的不行 果然他们俩就楚出了感情 毕竟一个年轻力壮,一个貌美如花 不发生点啥才比较奇怪 所以阿吉跟雪子很快就结婚了 十年过去,雪子已经生下了三个孩子 她的贤惠事物远近闻名 婆婆还活着的时候 到处炫耀自己有个好儿媳妇 而村里爱叫蛇根的大妈都夸赞她 也非常羡慕雪子 把村里其他的女人都熬老了 自己还是那么年轻好看 晚上阿吉给妻子做了几双草鞋 雪子在一边缝衣服 阿吉一抬头,发现妻子的侧脸 越看越像十年前见过的那个女人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雪子 还开玩笑似的说 自己就当那是一场梦 没想到雪子回了一句 那不是梦 然后屋子里瞬间结冰 妻子也换成了一身白衣 原来她就是雪女幻化而来 考验阿吉的 阿吉没有信守承诺 把这件事说了出去 雪女本来想杀死她 但看着熟睡的孩子 还是心软了 没忍心下手 只说要是她对孩子不好的话 那么自己就会来杀死她 雪女留下这句狠话 然后就消失了 故事到此结束 从这个故事来看 雪女确实有点吃亏 不仅给她生了三个孩子 而且两次放过男主 很显然是动了心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妖精寿命长 对于雪女来说 这十年估计也是很短的时间而已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